我们从今天开始 说怎么进入玄门 也可以叫道门 一个意思 道是万事万物 玄是具体的一个代表 说什么代表呢 它也是一个狭义的道 另一种解释 玄这个谷体字 你看它这样写 实际上底下 它是一个八的形状 上面就是一个点 点在这个八之中 这个八是一个轨迹 运动的当中 这个点就代表星球 也可以代表万事万物 它只是一个代表 在这个八灯中不断地去 循环往复 没完没了 这个就是自然规律 尤其我们现代科学 兴起之后 对地球 至高至大至上的 就是天文物理 那么人是地球当中的一个尘埃 地球又是宇宙 地球又是宇宙当中的一个尘埃 这个就是唯物论 宇宇宇宙当中的一切都是有的存在 也就是道的意思 那我们说清了 什么是玄 那说我们有必要进入这个玄吗 有必要学这些东西吗 有什么用的 那再说 这个自然规律 它包括了人理 事理 物理 各种的理 但所有的理 它根本 就是那么一个东西 理是通的 所以说 如果这个东西学好了 规律学 你可以把它 出了一旁通到 生活当中 工作当中 其实就是生活 所有的事情 但是 我们 说玄是狭义的道 那么 把玄 又再分成多少类的话 作为善意形象补 或者叫 再开始 无补形象 善意命相补 把心 跟命 来同餐 其实都是一个东西 那这些 就是具体了 但为什么 把这些具体 而其他的 什么 势能工商 其他所有的东西 人世间的 它没有 像现在学科分的那么多 你会发现 人生当中 最有用的 即使我们 虽然我们 看不到这些东西 但是 就是因为这些 看不到的 规律 才是根本的根本 也是对人 产生作用的根本 生活 这些 才是最有用的 那你说 没有啊 我 平时工作 干什么 跟那个都没关系 其实 都在其中 你非要 叫这个礼 也可以 你认为 没有关系 也没有关系 但是 我们 作为一个人 把人 做好该做的事 你不管 明不明白 其中道理 也都这样 订阅 请不吝点赞